美国的大选首长电视辩论完毕 局势出现重大变化 美国总统大选的首次电视辩论 在当地时间上周四举行 特朗普和拜登在CNN的演播听里面 唇枪射箭了90分钟 结果对于拜登和民主党来说是灾难性的 美国人对于这两位总统候选人 在众多事务上的治国理念的关注度 还不如对他们年龄和身体状况的关注度 特朗普虽然满嘴谎言 但是思维清晰 口齿淋漓 拜登说了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他那一副老年痴呆的样子 让最支持他的美国显民都犹豫了 辩论结束以后 根据CNN发布的民意调查的结果 67%的观众认为特朗普赢了 只有33%的观众认为拜登赢了 绝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拜登的年龄和身体状况 已经不适合再当下一任的美国总统了 哪怕这些人也反对特朗普 当然CNN的这个调查结果仅仅是具有参考意义 只是针对辩论胜负的倾向性调查 并不是全国性的支持率的调查 但是已经在美国民主党内部造成的恐慌了 几乎所有人都明白 照这样下去的话 拜登将大概率的输掉选举 民主党内部换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但是拜登虽然承认辩论表现不佳 就表示坚决不退出总统竞选 拜登在民主党内的支持者 前总统奥巴马也说将继续支持拜登参想 但是最新的美国全国支持率民调结果 则显示拜登的形势确实不妙 从去年10月份直到今年的6月下旬 几乎所有调查机构的民调结果都显示 特朗普的支持率要比拜登高几个百分点 超出统计误差 这个趋势在6月下旬一度得到了逆转 不久前特朗普在验新封口费一案中 被纽约州的法院判处有罪 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 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投票给一个罪犯 因此这个判决的结果 确实影响了特朗普的支持率 紧接着拜登的那个花花公子的儿子亨特拜登 因为在填写购买枪支的背景 调查表的时候 隐瞒自己吸毒的事实 被特拉华州威尔明顿法院判处有罪 但是在民主党出色的公关之下 这件事被逆转为忙于国事的年迈父亲 被不争气的儿子拖累 但仍然努力的帮助儿子克服毒品的危害 体现了伟大的父爱和家庭价值观 坏事变好事 最终结果是6月下旬的民调 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率持平 拜登身材略有超出 这是近8个月以来 拜登的支持率首次逆转 民主党上下是欣喜若狂 结果没高兴几天 这次的电视辩论就让民主党失望吐顶 下部民主党会怎么办呢 美国媒体最近几天都在讨论民主党换人的事情 目前取代拜登呼声比较高的 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加文纽森和密歇根州的州长格雷琴惠特默 此外两位前第一夫人也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和米歇尔奥巴马 也有可能站出来竞选 美国的盟友们对这次电视辩论的结果也是高度的关注 也高度的紧张 面对特朗普大概率再次当选的前景 美国盟友们普遍感到紧张 特朗普奉行的美国优先原则 他是六亲不认的 管你是谁 在一切事务上几乎他都将被刺盟友 比如说他屡次表示将促进俄乌和谈 打了半天老大跑了 那你这让北约的盟国情何以堪呢 再比如说他上一次执政第一个退出的国际协议 就是巴黎气候协议 如果他再度执政的话 那肯定还会再次退出 这将对西方国家近些年来主导的 推广绿色能源 降低碳排放量的这些运动 造成致命的打击 特别是他将在经贸上 对所有国家的进口商品 都将征收高额的关税 以保护美国的企业 已经不景气的欧盟和日韩经济将写上加霜 美国大选将在今年的11月5号投票 应该说变数还很多 特朗普也并没有绝对的优势 除了民主党真的可能会换人以外 独立候选人小肯尼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变量 美国的舆论通常认为 小肯尼迪从特朗普阵营里面吸走的票售 将多于从民主党阵营中吸走的票售 换句话说 他的参选对特朗普是更加不利 所以在未来的四个多月里面 美国政坛还将有更多的大戏上演 这对于已经被欧武冲突和巴以冲突 搞得焦头烂额的美国来说 更像是帝国落日的丧众 好 这就话题我们说到这里 就不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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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